哈喽啊,大家好,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部钢铁侠被砸成罐头,蝙蝠侠被车撞死,各类超级英雄认俗的各个搞电影,灾难大电影。 故事一开始,就是我们的男主威尔从睡梦中惊醒,他刚想和还在睡觉的女友爱你求安慰时,不料一个头戴牛角盔,像带大金链的黑人哥们儿从里面冒出。 然而,青青草原偏爱威尔,紧接着一个身长八尺的小矮人也从被窝里出现,不仅如此,艾米还果断抛弃威尔,跟着小矮人走向私奔的道路。 这天,是威尔的生日派对,他原本想看看艾米有没有出现,但女友没见着,反而出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人,又拿着气枪到处吃人的蘑菇头,还有自然风流的西装地中海。 除此之外,威尔的好友大黑也来了,他的女友大兄姐被几个流亡调戏,于是拿出一把枪想让大黑为自己报仇。 这时,刺客联盟的扮演者金毛姐出现,他叫大黑如何控制子弹的走向? 刚开始嘛,总有几个牺牲者,例如地中海和模糊童,就连教导者金毛姐也没躲过事故,毕竟自己教出来的,自己承受嘛。 另一边,大黑在得知威尔失恋后,就召集一帮歌舞团帮他忘记烦恼,真是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开拍队啊。 也就在开心时,一阵剧烈晃动袭来,从广播中得知,地震即将来袭,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。 有个小孩找到了正在睡觉的汉考克,让他赶紧起来拯救世界,受不了小孩的唠叨,汉考克一手将人挥开,吵死了,安静睡个觉都不行。 发了一会儿呆,他就准备出发,结果一头撞在栏杆上,足,地震还没过去,冰雪风暴又袭来。 威尔一行人,躲进一间废弃房屋内,谁知,仰面就碰上了美版F4的拍戟,其中,冷酷的F1竟然不顾怀孕在身的大肚姐,上手就是让你知难而退,大肚姐忍无可忍,如获金牌打手的他,打起人来干脆利落,再不计,还有他那肚里的孩子,摸子俩共同联手打退地方,这一波钢瓶一波又起,地震再次袭来,此时,躲在房里已经不安全了,几人只能一起出去。 结果刚出去,威尔就接到了爱你的求救电话,心软的他,当即就决定要去救人,在赶路时,大胸姐被意外掉落的陨石砸壮,大黑伤心不已,然而,悲伤不到两秒,下水道里跑出了某公主,大黑对他一见重情,大胸姐是谁,估计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,哼,渣男,紧接着,一股妖风袭来,正当他们大喊着救命时,劣质版钢铁侠迎风而来,还没出手, 一头牛就从天而降砸死了他,变成了钢铁侠盘罐头,随后,第一男爵也出现,同样放狠话不到两秒钟,也告辞了,然后,绿巨人出现,但那股妖风太邪乎,愣是直接把人家的裤衩吹跑,姐无奈,只能继续跑,途中,遇到了三只松鼠,不过,那是变异版的松鼠,逮到一个咬一个,最后,大肚姐光荣牺牲, 威尔一心,只想赶紧去救艾米,下小路上,他们看到了准备撤离的蝙蝠侠,威尔想找他寻求帮助,但他说没有希望了,赶紧跑吧,刚说完,蝙蝠侠就被一辆车撞死,石锤真的惨,最后,他们一路驾车赶到了艾米所在的博物馆,没有难度地把人救出来后,艾米说,如果想要停止灾难,那就要把这个水晶骷髅头放到祭坛上, 与此同时,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,全都活了过来,还有不知道哪来的功夫熊猫,也一并苏醒,大黑的水瓶刚开始,可以说是起古相当,但是在得知公主的真实身份是男人后,战斗力直线下滑,最后,战死博物馆,威尔则是顺顺利利地把枯了头放回祭坛,从此和艾米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,这部恶搞电影,含阔了很多英雄人物,记忆的小伙伴,不喜不喷哦,恶搞电影,本来也就是没啥 深度含义,笑一笑就完事了,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我们下次再见